在華為開發者大會,華為除了正式亮相了鴻蒙系統外 並且華為公司向我們還介紹了最新的軟件開發 其中就包括一個地圖框架,這就和華為未來的地圖服務有關 從目前多方面了解到的消息 華為準備在今年10月份推出自己的地圖服務 並且會面向開發人員開放,以此編寫地圖 從而為更多開發人員打開了大門 華為地圖MapKit本身並不是一個應用程序 因此它自身並不是谷歌地圖或者蘋果地圖的競爭對手 這是華為自己的地圖服務,面對開發人員開放 並有各種可能集成在如智能手機、網站、自主、汽車等 華為正在開發自己的地圖服務 這是蘋果、谷歌、或微軟等公司已經擁有的東西 就像蘋果公司有MapKit GS 讓開發人員能夠將地圖集成到他們的網頁和應用程序中一樣 雖然蘋果公司已經在這樣做 但這並不意外著因蘋果地圖 華為也打算推出一個這樣的服務框架 甚至華為地圖上線更不會立即執行 另外華為MapKit還允許開發人員將此框架信息 其集成到他們自己的服務中 換句話說,華為為為開發人員提供的是 其地圖服務的工具和代碼 以便將其集成到開發人員自己的應用程序和Web中 其目的是開發一種替代現有系統的方法 就像他們是用鴻蒙系統一樣 同樣,擁有自己的地圖服務 可以讓自己的設備創建你的地圖應用程序 未來華為的地圖服務將在150多個國家提供 支持40多種語言 開發人員可以定制這些地圖 創建路線規劃,添加輸入籤,集成增強現實 以及我們在其他替代方案中看到更多的經典功能 目前有媒體報導 已經有多家國外科技公司正與華為合作 將上述地圖服務整合到他們的平台中 其華為還表示,他們確認儘管自己在地圖領域是新手 但他們在160多國家擁有電信基礎 能夠為外星電位數據提供信息 目前華為地圖已經開始計劃籌備 其華為的核心還是在於鴻蒙系統 鴻蒙系統是從零開始開發的 並且考慮能夠在所有類型的設備上工作 而不僅僅是智能手機 還包括在平板電腦、智能手錶、智能揚聲器 甚至是汽車 這一切都取決於新智能系統的設計方式 華為新的操作系統更像谷歌的FUSA 而不是安卓、Windows、甚至是iOS或者MacOS 華為認為它是第一個能夠在任何設備上正常運行 並具有相同體驗的操作系統 它具有分布式體系結構 實際能夠在不同的平台上運行 同時保持用戶體驗 鴻蒙系統能適應不同的屏幕 也適合不同的開發方式 鴻蒙內核基於Linux 因此能夠讀取和運行Android應用程序等 但他們還希望開發操作系統 以便將來能夠與HTML5應用程序等一起使用 最後雖說華為的新鴻蒙系統何有特點 但最後的問題是我們何時何地 會看到這個新的華為操作系統 目前華為手機並不會改為鴻蒙系統 會繼續保持使用安卓系統 但如果華為與谷歌的關係變得複雜了 根據華為的說法 它們可以實現在一天內替換 因為從安卓遷移到鴻蒙系統並不是很複雜 目前EMUI在216國家和77種語言中 擁有超過5億日活躍用戶 我們將在哪裡看到鴻蒙系統 事實上第一台配備鴻蒙系統的設備 是一台榮耀電視 而智能手機登錄鴻蒙系統 誰也不能肯定 因為華為相信現在的用戶更信任安卓系統 而不是新降臨的鴻蒙系統 當然現在也有爆料稱 智能手機華為Mate 30 Lite可能會最早失敗 而為了 我們在試玩了 sport 團奏 隊 你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